靈活 這一種生有幾斤啦 大廁山有,大廁山有 這個竹子是不是不能噴 竹子為什麼不噴 這就是要賠波及 水拖波及 你啦 星台啦 你這裡有貓頭鷹是嗎 有了 多行蕉 陽明中的荔枝園 之所以採野放管理 主要是希望能在榮耀衝刺的平原 保有最後一塊生態淨土 能讓鳥兒和牠一起分享荔枝的甘田 這隻躲在仙桃樹幹上的貓頭鷹 一早就被采荔枝的榮友們給吵醒了 其實陽明中夫婦半年前就發現果園裡 有貓頭鷹的出沒 而且中行在僅有兩棵的仙桃樹上 愛鳥的陽姓夫婦從不去干擾牠 他說今天是因為采荔枝 所以才把牠給吵醒了 拍生態多半要有一點運氣 當我們發現貓頭鷹的蹤跡以後 隨即架設攝影器材 躲在遠處的草叢裡 當我們幸運地拍下牠那大大的雙眼 回來檢視毛片之後 才赫然發現貓頭鷹似乎也在盯著我們看 彼此似乎大眼瞪小眼 畫面相當有趣 荔枝園裡最多的族群是綠袖眼和白頭鷹 貓頭鷹在這裡其實是少數族群 但只要牠一現中就會造成很大的混亂 畢竟彼此的身軀相差太大 貓頭鷹還善於捕捉鼠類 因此還是田間的除害專家 難怪楊明宗先生這麼歡迎貓頭鷹進駐 桿鷹 een commencer 您一定以为这一只小布点 与上一节画面中的成鸟 有家族关系吧 其实没有 这一只雏鸟 是在眉山街上附近的一处坡地发现的 我们推测 鸟妈妈应该是主草在附近 槟榔树上的蕨类当中 因为槟榔树采槟榔的关系 把他们给吵醒了 小可爱所幸趁这个时候 托尼母亲身旁 在树干上跳跃练飞 加上摇满树上的垫性 在树干上处人 很大 这样就来aces了 放下那一笔 赵月后 就要跳跃练飞 用水 很大 不船 将生还非常感兴趣 最终的这是 公民记者发现 这只雏鸟之后 小心翼翼的 躲在一株大芒果树下 全程记录到 小不点电飞的镜头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到猫头鹰的雏鸟 对我来说 随身携带摄影器材 就随时会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公民记者陈伯鸣 嘉义记录报导